近期民眾對於城市治安關注相當高 而高雄也有多位議員在質詢時 關心警力是否足夠 對此高雄市警察局長黃明昭表示 未來將會持續調配補足人力 來維護城市安全 那我們高雄市警力 確實現在是還有預算也有 還有沒有補足的 那這已經要組聯來補足了 讓我們的警力 原則是能達到這個是滿邊 預算也有的滿邊 這個是會逐年來補足他的警力 而警察局長黃明昭也進一步提到 今年高雄市刑事案件 比去年有明顯減少 但在詐騙案件上卻有暴增的情況 因此警方也積極協助偵辦阻詐 其實高雄市在今年的治安 無論是前半刑案或者是切大 或者是重大刑案 然後暴力犯罪或槍擊案件 都跟去年比較小 都是有減少 而且有些減少的幅度是滿大的 尤其詐欺部分 今年幾個縣市詐欺數都有呈現增加 其實這受到疫情的一個影響 很多民眾在家裡上網 透過網路得到投資的一個信息 結果因為假投資被詐騙的情形 也是滿多的 所以這個類型的是有增加 那警察局也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大力的在宣導 透過網路透過電子 或者透過其他的行銷宣導的通路 一直在進行宣導 讓民眾都能提高警戒 減少受害 而針對金融機構的阻詐宣導工作 基層警力也積極的執行 另外在暴力事件 酒駕以及不法情勢上 高雄市警方也將全力增加零檢機查 來守護城市安全 記者李佳龍 潘文玉 高雄報導